臣 臣 臣父 臣 臣女 見過陛下皇后 陛下千秋萬歲 皇后起居無恙 免禮 此座 好 謝陛下 謝陛下 你瞧什麼呢 這燈可真大 我從未見到蓋得如此精緻的房子 第一次見 很難不喜歡 坐下了 陛下宣召臣義家隽 臣義家隽 臣義家隽 不勝榮幸 臣義家隽 不勝榮幸 不必多理啊 之前你委屈求全 你樓家退去了青市 朕還不曾家將於你 和你的全家呢 何將軍 滿門鍾烈為國敬忠 陳全家 對其偉德感佩至極 自要滿足何將軍臨終之言 不曾為其求全 過千了 陳愛卿 這講啊 終究還是要講的 那個 是愛卿之女吧 是 過來一些 讓朕和皇后 好好地看看你 讓你坐近一些 離得那麼遠 走 如何說話呀 你不要動 放下 放下 陳家娘子 你歸名氏 我 成女叫陳少商 曲易琴弦 少商賢 倒是個好名字 今年齒齡幾何 我已經過了急急好幾個月了 正問你 你與樓世子退親 你這心中可有難受啊 回禀陛下 難受自是難受 不過我家不曾想毀約 只是知道此事不得不為 此話怎講 小女子 在書中看到過這樣一句話 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褲狗 數月前 我在家書上任的華縣 看到賓貨和民眾的彩像 所以小女就想 正是因為天地無情 冷漠看待世間 所以我們深愛為人 更應該仁義為壞 互助互敏才是 若只是為了自己的得意 而不顧他人氣息 此乃情受所為 你可知這句是哪位聖仙說的 孔曰成人 孟曰取義 尋子覺得人性本惡 所以天地不仁這話 定不是他們說的 嗯 法家講利弊 墨家要奸愛 前者 只顧著人間歷來歷去 又不管這世間人不人意 後者 則是覺得世間太人意 既是如此人意 人們更應該真愛彼此 所以此話 也應該不是他們所講的 最後一個就是 道家老莊 嗯 所以此話 定是老子所說 為何不是莊子 因為阿母讓我看的莊子書件 我不曾看過 不知道裏面寫了什麼 你倒是猜對了 但這意思卻不對 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褚狗 不是把萬物當成諸狗 冷漠無情之意 而是說 天地對待萬事萬物 都是一樣的 一切順其自然 這句話原來是這個意思啊 是啊 陳岸清 厲害啊 你啊 教女有方啊 不敢 不敢 都是內子叫得好 陛下 因常年在外征戰 十餘年未曾歸家 妾於將軍 教女無方 還望陛下不要見笑 少少 你父母為了國事 耽誤了你的學業 與見你甚是聰慧 陳將軍和陳夫人 只需略劃心思 定能把你交好 多謝皇后誇載 皇后你長得好美啊 老娘 休掉無言 那這要問你了 是你阿母好看 還是皇后好看啊 皇后好看 陛下 小女不懂規矩 近日初見皇后 言語冒犯 還請陛下恕罪 皇后恕罪 無妨無妨 朕覺得這孩子呀 帥真 坦誠 倒是有趣啊 對了 兩萬愛情早起奉召 應該不曾用膳吧 阿父阿母不曾用膳 我用膳了 我在車裡吃了一個餅子 不過現下還是餓了 我已經吃過餅子了 好好 好 那你們全家留下來 和人一起 共用午膳 如何 我看行 你看行啊 好好好 啟稟陛下 萬將軍進宮了 此刻正在崇德店 萬物 好 真便過去 兩位愛情 快點一起過去 和萬卿聊聊天 是 札敖 帶程家娘子 去長丘宮片店 稍事休息 晚些 咱們再小聚家宴 坐在一起 十分之間